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今天是 12月17日 星期二的星期二得道 繼續是我們兩個新主持 跟大家在公海講火 好了 今天 講這個新聞之前 就要講了大家的支持 六部曲 先因為 你對我們的支持也很重要 對這個節目的最好就是月費贊助我們 這個節目 這個週期是1月 5日才對的 6日是下一個月來的 因為現在我們這個台 都好像 好像 一個 基金的運作 所以 舊有兩個主持 即使是不再做節目 踏出了 但是公益事業 他們都可能 會 做一些公益事業的 只是換了我們兩個主持 精神不死的 支援這個義事方面的精神 是不死的 當然 他們兩個都還沒有死 沒錯 只是他們好像被人脅持了 綁起了 央視 想央視認罪 被人 綁起了 今天終於要講了 其實昨天已經想講了 昨天各位說了一些新聞 因為 這個新聞牽涉 本台的前主持 Johnny Fogg 所以我們就不講這個 新聞主 昨天 不過 今天 又有一位 權貴 出來爭相認證 是的 這個權貴是陸先生 Mr.6 689 我們很小心 跟前主持不一樣 我們說話很小心 這位叫 梁振英先生 尊敬的梁振英先生 事緣 又不用那麼尊敬的 事緣 事緣 梁振英先生 今早 較早的時候 Johnny Fogg 向我們 表示 他的Facebook 突然遭受一個 戶口名為 梁振英先生 叫人 戴上去 是 究竟是真的還是假冒呢 應該 如果你按進去的話 那個是真的 真的嗎 是的 是的 很容易認的 只有一個戶口而已 他不會讓你侮辱他的 他會報告你的 沒有別的假戶口 最多看到有人用一些照片 是梁振英的假戶口 但名字就不是梁振英的 梁振英的戶口應該真的是梁振英來的 不然他會投訴 真正的梁振英 他會投訴 他會投訴 Johnny Fogg 究竟他會投訴甚麼內容呢 裏面就是一篇報導 當然也是 何柱國 我讀一下標題 現在很小心 雖然我是John Connor 但我們做事也很小心 那條標題 那條新聞 著名 何柱國遭美扣押 言論誹謗大狀應道 聽途說 梁振英就分享這條新聞 就是 叫人去大律師公會 投訴 這件事 是不是有點欠功運呢 反而我的興趣在於到底梁先生和何先生是甚麼時候和解的 應該是上次梁振英 當選了特首之後他們就和解的 因為大家都記得 新聞從溫 新聞從溫 大家都記得當日 這個節目 舊主持和新主持都有提及過 當日 何先生 在這個 梁先生和 唐先生的特首選舉的競爭裏面 何先生是介入過的 發表過一些評論 說話的言詞 十分之尖銳 當時遭受這個梁振英先生發出這個律師信 印象中沒有錯 何先生我記得是要開記招出來澄清的 他們 其實也是 法律界友好人士 經常光顧法律界 經常光顧 也是可以益到 部分的 我們俗稱這個藍店 現在 如果你現在用這個光譜劃分 他們不斷在這裏 光顧這些藍店 其實對於這個藍色經濟圈 有莫敗的彼憶 這些 這樣的界別 說真的 黃色經濟圈是益割不了 因為嚴格來說 我們長期的客戶就是 他們長期的圈子就是權貴 就是權貴本身來的 所以其實他本身也不做你任何 小市民的生意 小市民是不能益割的 那麼 小市民既然沒有機會 跟他們做生意 或是益割也沒有這個機會 黃色經濟圈是否要把這些行業剔除 很多行業是不能益割的 我們其實不要說生意 我們說回這件事 今天梁振英 這個 霍先生 他 他會覺得 其實 是不是退休的 特首是 不再服務社會 不再做事是關注一些 八卦的東西 這些 基本上都等於八卦新聞的東西 這個八卦新聞也挺熱的 各大網台也說 只是除了本台而已 所以本台今天一定要說 沒有理由 尤其他人 尤其他人 因為我們是當事人 其實我們應該打電話去訪問 何先生 作為一個媒體 打電話去封閻 問一下他的意見 沒有回覆 什麼心得呢 被人 報道 心得 很豐富 他被人報道的次數 本台被人報道就少 本台其實一直以來 大家都 好像 都不是很注視我們 這個 這個也要說說 其實從來 本台的影響力是很大的 只是很多 人選擇性就是 不提你的名字 但是又聽你的節目又引用你的內容 就是這樣 包括 其實也說了很多次 陶傑參考 大幅參考我們的論點 說真的 參考就沒所謂的 如果有說一下引用誰參考就不一樣 有些人 參考完就扮成自己的意見 這也不太對 當然 其實是不少的 我也知道 有不少這種人 但這個也不要緊啦 重點也不是說一件事 我們常常被人扔進去什麼遊戲 遊戲熱門的 就是 Youtube很喜歡歸類這個台 做這個遊戲節目 明明是時事評論 把他扔進去那些遊戲 我們也很難 適應到Youtube那種看法 但是你扔進去遊戲 我們變成遊戲一哥 打機那些是情何以堪的 這個台 一條影片說關於打機也沒有 但他們就做熱門第一 難道我們 本台認造這個遊戲 Youtuber第一嗎 對於其他人 玩遊戲節目那些是不太對的 那我們說回 Youtube當我們玩遊戲 當你玩嗎 我是很認真的 但是現在不是的 Youtube當我們玩遊戲 但是何先生就覺得我們很認真 所以何先生也很認真 我想開解一下他 你開解哪一個 何先生 因為他發律師信告我們的前主持嘛 我認為 何先生就應該 歡慌大量一點 這些 網上的東西 哪裏能管得那麼多啊 他又回到差不多一年多了 星島就打算賣盤 那麼有空呢 我就覺得他應該 不應該 處理那麼多的琐碎事務 不過 以媒體的老闆來講 何先生是真的傾向比較喜歡回應 跟其他有些很多媒體的老闆 其實你是看也沒有看過 很多人都是完全 不會出面的 但是 你看得最多的是蘋果 泥生而已 其他很少見 其他那些不出名 其實香港 他們不會 自己走出來 沒錯 不想高調 其實我們看看 翻查以往紀錄 這個 何先生 用自己的名義去 告人 對上一次 其實就是告梁振英 不肯定 真的要先查一下 我們印象中 公開地告別人 而賣報紙 其他可能沒有賣報紙 我們不知道 有賣報紙 應該也是 對上一次就告梁振英 其實我們印象中 就是 這個 檢查一下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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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 其實法律私訊 不代表是一個 法律程序 即是那個 未展開的嚴格 看你的定義 如果你說當法律私訊 的話 應該是 就好像 不是 好像不是 即是你說的律私訊 律私訊很簡單 但這次是日本法庭 對嗎 如果網友記得哪個也是被公開告過呢 通知一下我們 不過 即是 這兩位人士 打官司的大家印象很深刻 因為當時 如果以媒體的角度來說 就是很juicy 這是很吸眼球的一件事 因為當時 何先生 對 對於梁振英的 批評 很尖銳的言詞 我們引述出來的 這個引述的絕對不構成誹謗 他說 DTZ 你自己做一盤生意 做到價值得到零 你想想 香港給你管 當然是 死的啦 類似的 我完全完全忘記了 類似的 當時他也是挖苦梁振英的管治能力 是一間 UGL的公司 那間母公司 DTZ 就被他管得 只剩下 Value是零 一民不值 一個仙也沒有 他也是 非常之 刻薄的言詞 去嘲弄梁振英的 當時其實是 很新穎的 當時很多人 不認識這位老闆 不知道有個 那麼 那麼有主見出來那麼多 評論的人 會出來那麼高調去評擊他 所以當時其實是一件 相當之 吸引的事來的 還有那種 雖然說你們選舉鬥爭白熱化 但是對於群眾來說 市民來說最重要的是那些八卦新聞夠吸引嘛 最重要的是夠吸引 看到你們在這裏片發當然是覺得很過癮 不過當然現在 現在其實也是類似的情況 現在 大家覺得這件事也很juicy 其實是的 一個這麼大的老闆據說 坊間引述他幾百億身家 那麼大的老闆真是告一個網台 是的 實在是太看得起本台 本台作為一個 不是在香港 錄音的一個公開節目 雖然經常放入你的Hot List VPM就可以了 你們不認識嗎 VPM就可以回到香港 我認為 當時一聽到這兩位 前主持 幾生修道 得到這位大老闆的垂青 一個人也是網名來 當然那個可能是一個假名 一個代號 類似以前的一枝梅 或者霸王花 或者那些鋁黑盒 全部都是一個代號 瞬間 整件事將我們前主持提升到 變成全國級 全國政協副主席 由地區賽 忽然間上升到變成全國 全國不是國際 國際是另一件事 全國 我想起南兒當入津 不過你不知道就讓我講吧 當時南兒當入津最好看的就是 要稱霸全國 日文叫全國 制霸 大家都知道遠大賽 全國對日本人來說是一個什麼的概念 就是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最高的榮譽 最高的榮譽 其實他們的最高榮譽不是國際的 站在他們那麼愛國的立場 忽然間將 本台的主持 和本台提升到 全國級別 其實是愚有榮言 我也覺得是 蓬迫心輝 那麼 比你搞一搞 不紅也變紅了 其實本來我們也很紅 我早就已經透露了 其實這個節目一直有權貴在偷聽 當然啦 其實這次大部分人才知道我們 前主持是沒有說錯的 有大量的政要人士 政商界的名人也有聽我們節目的 我們說笑說得太多 為甚麼我告訴你 為甚麼我們真的有聽呢 因為他們給反應 我們給得很厲害 他們已經先後多次 高度地給反應 當然 何生的反應就是最直接 最直接的反應 直接給律師信你 香港政府的反應 香港政府的反應是一直都有給的 是否認的 香港政府其實是數度否認 我們之前 節目的內容 包括林鄭月娥 甚至乎張建宗和鄭若驊都有給反應的 另外呢 這位叫做認事 張彥宗給反應 說真的 你一說到政府 其實刑事檢控專員 不好意思 不是踩你 你是比了下去的 因為你跟他們沒得比 因為那些是司局長來的 你沒有份 所以不好意思 還是特首 大家記得特首都多次回應 多次回應本台 例如他還沒死 這句很明顯的回應本台 大家可以聽 7月8月的內容 當時有大量的 證據 這件事其實也有很多 網友都祝福我們 希望我們這個 前主持兩位都可以大埔濫國 其實呢 我認為這件事 還未至於這麼嚴重 很多時候 官司的事 老實說 你猜何先生很有空嗎 如果兩個主持突然 想起 我們想再紅一點 兩個主持一齊出來應訊 不如大家 上公堂 不用了 作為媒體我們可以 搞一場 辯論 請你們 請你們 何先生以及梁先生 梁先生有意見可以上來發表 我們這裏是接受 封印的 不過我們的封印就不是 就不是 其他台的封印節目 任何時間打上來的 我們是要約了 因為我們是錄播的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 PM本台的網頁 是的 所以 我們認為那個事情 應該都很快可以解決到的 這節 可以很肯定我告訴大家 這節是獨家的 因為牽涉本台的當然是獨家的 雖然各大台 都在 很努力地 當作報新聞而已 事實上昨天確實沒有甚麼大新聞 昨天其實 說不起有甚麼特別的事情 要說 這節時間 差不多了 下次再說 拜拜